大家好 我是大雄 昨天在伊朗发生一件大事 伊朗的苏莱曼尼被消灭四周年之际 其墓地附近发生爆炸 造成100多人死亡 180多人受伤 爆炸发生在了距离德黑兰东南 约820公里的克尔曼 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此负责 到底是谁干的 伊朗认为是美国和以色列干的 伊朗头子雷西第一时间 还指责以色列在苏莱曼尼墓地 发生了致命爆炸 称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然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 约翰·科比表示 美国对早些时候 在伊朗东部克尔曼市附近的卡西姆 苏莱曼尼遇刺纪念馆 发生的爆炸事件零残影 他进一步表示 也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 以色列在爆炸事件中 发挥了任何作用 炸墓地没有什么意义 并且可能会伤害到大量的平民 我相信美国和以色列都不可能干 另有消息称 伊朗的敌人可能实施了这次的袭击 其中包括流亡团体 武装组织和敌对国家 关于前一天 在尼巴嫩定点清除哈马斯 高级官员死亡这件事 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作出回应说 以色列有权消除对其安全 和人民的任何威胁 目前在尼巴嫩 大有一种山羽欲来丰满楼的意味 在这几个小时前 德国、英国、丹麦、瑞典、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呼吁所有的公民离开尼巴嫩 似乎尼巴嫩会有战争升起的可能 同时 共同党领袖纳斯鲁拉表示 如果以色列对尼巴嫩发动战争 我们将无节制、无规则、无限度的 无限制的战斗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有实质性的表示 这就搞笑了 共同党不是一直在无节制、无规则的骚扰以色列 然后被以色列痛揍狂打吗 话说前一天 被定点清除了哈马斯七名关键成员 包括哈马斯二号人物 哈马斯和珍珠党并没有什么大的反应 可见 珍珠党已经怂得只能在口头上威胁了 但口头上威胁也是威胁 大概为了回应珍珠党的威胁 以色列又干了一个大的 昨晚以色列空军轰炸黎巴嫩更多的恐怖目标 四名珍珠党成员在袭击中丧生 其中一位是珍珠党高级官员 可见伊朗支持的哈马斯也好 珍珠党也好 都是三脚猫的功夫 只能在嘴上威胁的厉害 真要干起来 他们离完蛋只有一步之遥 另外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 如果再不认怂也要被美国等正义联盟打得只剩拖鞋了 昨天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美国军方已准备好打击也门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 同时 因美为首的十一国包括澳大利亚 巴林 比利时 加拿大 丹麦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日本 新西兰和英国 ZF发表联合声明表示 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威胁生命 全球经济和贸易自由流动 他们将承担后果 打吧 文明力量联合起来 打得胡塞武装只剩拖鞋 打得伊朗灰溜溜的逃离 最好将所有的邪恶联盟都给打死 而此时 乌克兰还在继续战斗 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最新统计 俄又损失了680 在每天大量的损失人员中 俄发现需要更多的炮灰了 有消息称 在战壕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女俄兵 这说明男炮灰不够用了 豪意的死在入侵别人家园的战场上 可悲 据俄美报道 在1月3日 俄罗斯沃罗涅日州 彼得罗巴夫洛夫卡镇州 一架飞机意外引发爆炸 造成私人受伤 可见菜额有多菜 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俄人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 在库尔斯克州 热烈兹诺戈尔斯克地区 一座变电站 遭到不明无人机的袭击 造成该市电力和热力供应 完全的被切断 该市部分地区的加油站 商店和自动取款机停止工作 商店里的水大部分都卖光了 对乌克兰来说 昨天有一些好消息 昨天 乌克兰总参部称 乌克兰军队击退了俄罗斯在库比安斯克 巴姆特和赫尔松方向的袭击 目前 乌克兰军队在扎布罗尔州 维尔伯维附近前进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城 北约乌克兰理事会将召开紧急会议 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袭击 会议的关键议题之一是加强乌克兰的防空 挪威宣布将向丹麦派遣两架F-15战斗机 乌克兰飞行员将在丹麦接受训练 在波兰 波兰外交部长表示 西方应该认真地考虑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 应该用俄能理解的语言来回应最近对乌克兰的攻击 另外 在通过加强制裁 使俄无法用走私部件制造新武器 在维也纳 维也纳活动人士呼吁奥地利 在俄罗斯导弹袭击后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 抗议者还敦促ZF驱逐俄大使馆代表 以应对袭击 1月3日 俄乌之战已进入了679天 俄军已战死361,500人 当日阵亡680人 可怜无定河边谷 犹是春归梦里人 12月29日 俄军对乌克兰发射了122枚导弹 36架无人机 其中87枚导弹和27架自杀式无人机被乌方拦截 1月2日 俄军对乌克兰再次发射了99枚导弹和36架无人机 无人机均被乌方拦截 73枚导弹被拦截 其中 摄像机辅的10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全部被乌防空系统拦截 在对乌克兰发动猛烈轰炸的同时 俄罗斯强烈谴责了乌克兰的恐怖行径 因为越二乌克兰还手了 被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发射了17枚赤阳火箭弹 新年一始世界各地喜迎新春 而俄罗斯则取消了跨年庆祝 莫斯科取消了新年和圣诞节的节日烟花 官方宣称以更为克制的方式迎接新年 2022年12月31日 普京总统在罗斯托夫的南部军区 继对乌克兰的战争总部 以军人为背景发表了长篇新年之词 话语中充满斗志和激情 通篇所谈都为特别军事行动 而普京总统在2023年12月31日 发表的新年之词 则恢复了克里姆林宫的背景 言语低调带着温暖 仅为三分三十五秒 很少谈起战争 通篇没有一句提到特别军事行动 他说俄罗斯永远不会退缩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分裂俄罗斯 和阻止俄罗斯的发展 昨天最大的好消息是 乌克兰捍卫者逃离熊爪 回到了乌克兰的家园 据报道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斡旋下 昨天有213名乌克兰士兵 11名军官和6名平民 从俄战俘营获失 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 最大规模的战俘交换 其中一些人被囚禁了两年 可见有多不容易 在林斯基说 尽管面临所有的挑战 我们今天还是有好消息 230人获失 我感谢所有克服困难 将我们的人民带回家的人 我很感谢我们的捍卫者 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 遣返所有仍被俄囚禁的人民 让所有被俄俘虏的乌克兰回家 最好的办法是盟友积极的提供援助 提供乌克兰需要的一切武器 再将俄打得满地着牙 打得俄不得不投降 2023年是艰难的一年 2024年 乌克兰仍要艰难战斗 但我相信将会有更多的好消息 因为根据此前的报道 F12战斗机很快就要出现在战场了 当乌克兰掌握了制空权后 俄离失败的日子将会快速到来 昨天我看到一则感人的采访 在新年第一天 乌克兰人接受采访时表示 新年的最大愿望就是 祝愿每个人都获得胜利 乌克兰实现和平 每个人都能回家 乌克兰人的新年 愿望会实现吗 我相信会的 因为乌克兰正在坚持战斗 这几天 俄凶猛无比 但乌克兰没有一丝的退缩 连连出手反击 在俄境内和占领区 不断的给俄造成损失 祝愿乌克兰在2024年 彻底的将俄打得一败涂地 荣耀属于乌克兰 正义属于乌克兰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